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万物当我们来定义生命的时候 它的最小生命单元就是细胞 不论是花鸟 鱼虫 还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酵母 细菌 藻类等等等等 那么它们的最小组织单元都是细胞 那么细胞是如何被定义出来的呢 尽管它们具有不同的形态 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细胞都是由磷脂双分子层 或者说叫做生物膜来定义出来的 大家请看这里面不论你看到的是动物细胞 还是植物细胞 还是细菌等等 毫无例外它们都是要由细胞膜来定义出来 不仅仅是细胞对于高等生物 那么细胞里面的细胞器 比如纤粒体 叶粒体 内置网膜 高尔基体等等等等 当你来说这是一个细胞器的时候 你如何定义它 那么就是因为它周围包裹着磷脂双分子层 那么这些磷脂双分子层 加上蛋白等大分子的帮助 构成了形态各异的细胞器 当然 这些磷脂双分子层 也就是细胞膜 它们能够有效地保护细胞内部的物质 能够有效地保护细胞或者细胞器 可同时它也设置了一个障碍 由于这层输水的磷脂双分子层的存在 这个物质以及比如说离子呀小分子等等 它就不能够自由地进出这个细胞或者是细胞器 那么我们知道通过很多年的研究 细胞膜其实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结构 它不仅仅有磷脂双分子层 它还有蛋白质 蛋白质上通常还有糖类的修饰 那么这是我们非常习惯的叫做流动镶嵌模型 这是在1972年 有科学家在科学上首先发表的一个模型 那么这个模型呢 是被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据所证明了 那么请看在这里面 磷脂双分子层它就是构成了这个流动态 事实上它像是一个胶质一样 那么除了蛋白质之外 这个流动态本身也是一个高度动态的 现在显示的这是一个电脑进行的动态模拟 是来自于哈佛大学的Shostak实验室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仅仅是这个由磷脂双分子层构成的这么一个小的空腔 我们叫它Vesical 那么它本身也会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形态变化 以及物质变化 这个磷脂可以上可以下 可以这个自由的横向游动 甚至它可以从内向外 或者从外向内的翻滚 那么除此之外 大家注意到这些小小的白点 那么意味着它们是小的分子 一些小分子 它也是可以自由进出这个磷脂双分子层的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小分子 都可以自由的去跨过这些磷脂双分子层 可是呢 这个物质的交换又是时时刻刻要在进行着的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讲一讲 这个物质是如何的从细胞膜内外穿过 在这里面是一个简单的总结 那么有几种方式是可以允许物质进行跨模转运的 那么第一个就像刚才我们从动画里面看到的 它叫做自由扩散 比如说水比如说一些气体分子 或者是一些脂溶性的小分子 那么它们是可以自由的跨过这个磷脂双分子层 当然后面我会讲到 这个概念现在也在不断的被颠覆着 比如说后来我们才发现 水其实也是有它的转运蛋白的 那么这里面显示的就是相当一部分的小分子 它可以自由的通过自由扩散来跨越这个磷脂双分子层 这就是我们在物理化学课上学过的 这是一个半透膜对吧 但是对于一些大稍微分子量大一点的分子 特别是急性分子 比如说这里面显示的有葡萄糖 有氨基酸 特别是这些带电的离子 像质子 钠离子 绿离子等等 它们就没有办法自由的通透这个磷脂双分子层 那怎么办呢 在我讲转运蛋白之前 要提醒大家有一种叫做大量运输 一次性的可以把很多物质从膜内外转运出去 这就叫做由囊炮借导的这个运输 那么我们都很了解的包吞或者包吐 那么大家可以在其他的这个iBiology的讲座里面 知道更多的这些细节我就不再赘述了 那么除了包吞和包吐之外 还有不同的这个细胞器之间的转运 就是细胞内的运输 也是有非常复杂的一套机器来完成的 那么特点就是 它们可以把这个物质从一个空间转运进了另外一个空间 中间跨越了这个膜的障碍 好 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呢 就是由蛋白质借导的物质跨膜转运 那么当我说到跨膜运输蛋白 其实我是在指两大类的蛋白 一类呢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叫做通道蛋白 是下面这一类 另外就叫做转运蛋白 通道蛋白我们通常叫做channel 然后转运蛋白是transporter 那么其实我把这两个卡图 这个这个啊 这两个非常简单的图片示意图放在这里 请大家仔细看一看 它们有什么区别 如果你没有看出来那么请听我继续向下讲 这是一些我很喜欢的动画 来展示这个看这边 这就是channel通道 那么这里面显示的是纳离子通道和甲离子通道 而后面这两大类则都都属于转运蛋白transporters 但是它们两个又是有不同的 后面我都会一一到来 那么所以总结一下这里面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啊 这个跨模运输蛋白要包括有channel 有transporter 可是呢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叫做被动转运和主动转运 什么区别 一个是把底物只能从它的高浓度向低浓度跨模转运 第二个则是能够把底物从低浓度向高浓度化学转运 那么请大家注意看了 对于这个被动运输来说 不论是通道蛋白 还是啊这个转运蛋白都有一大类可以完成 但是对于这个主动运输则只有transporter 就是这个转运蛋白能够完成 下面也请大家听我慢慢讲它们的区别 以及它们的工作机理 好那么对于通道蛋白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什么呢 第一这个通道在这里面看这个动画 你就能看到它有两个特点对不对 第一个特点就是它要有选择性 比如说我是纳粒子通道 我会选择性的让纳粒子通过 而不允许甲粒子通过 另外一条它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在膜上开了一个口 而是它需要有这个门打开或者关上 这叫做门控机制 好我们来看一下 当这个门一旦打开 那么它这个通道内部就对膜两侧是完完全全通透的 对于膜两侧同时通透 那么后果就是它的底屋只能从它的高浓度 顺着这个电视能向它的低浓度转运 而不可能完成一个从低浓度向高浓度的转运 那么有些人曾经说那么通道蛋白是不是都转运的非常快 那么随着我们知识的更新 这个答案是错误的 因为通道它可以有非常快的转运 也可以有非常慢的转运 所以它的转运速度并不是来定义它是否是一个通道蛋白 刚才我说过这里面底屋的选择性 当然我们现在显示的是离子通道 但事实上除了这些离子之外 还有一些小分子的通道 比如说水呀 然后这个二氧化碳呀 然后甘油啊等等等等 刚才我说过这些小分子 它是可以通过自由扩散跨模的 可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啊 他们也有自己特意的通道 那么我给大家提一个问题 你怎么样来判断一个物质是通过这个通道进行的 还是自由扩散 有什么办法能够区分这两种方式呢 好想三秒钟 给大家一个提示 如果是自由扩散 你是没有办法把它抑制住的 但是当你有一个通道蛋白的时候 你是可以找到一些小的抑制剂的 比如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水通道 水通道的发现是 是这个Peter Agri 他发现了水通道 那么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Peter Agri教授 发现了水通道 那么当时这个发现 颠覆了我们的概念 颠覆了我们对于自由扩散和这个 协助运输的这么一个 概念所以它是获得了200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那么对于水通道而言 它就可以被拱来抑制住 为什么呢 就是大家知道的这个金属拱 那么拱是可以和水通道上 这个Systin或者叫半光氨酸起化学反应 那么后果就会堵住这个水通道 这其实就是拱中毒的原理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如果它是自由扩散 你就没有办法找到这个抑制剂 所以这个自由扩散和这个 由通道借导的这种运输它是不一样的 当然由通道借导 很多时候它的速度还会远远的快于这个自由扩散 因为这个自由扩散你毕竟是跨模的 它并不是以它的自由扩散 为这个速度为极限的 那么还有一条就是当你有了它的通道之后 那么你也就多了一层这个调控的机理 对于生命来说 每多一层这个调控机理就多一层复杂度 这也是生命的神奇所在 好这个地方我说多了 我们再回来说离子通道 那么在离子通道里 我还可以根据它底屋的不同 来有阳离子通道 这是很多的 比如说钠离子啊这个钾离子啊等等 那么还有阴离子通道 比如说氯离子 还有最近发现的这个弗离子等等 所以这里面底屋千变万化 那么我们是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通道 这里面请大家记住 我们并不知道所有的通道呢 我们还在发现越来越多的通道 它们具有不同的底屋特异性 发挥不同的功能 好刚才说的是底屋特异性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要开关这个门 那么我怎么判断这个门是要打开 还是关上 在生物体内 大家要想一想 我对外界要有一个反应的时候 事实上当你对外界有什么样的反应 这些信号就有可能是作为一个开关门的钥匙 或者说叫做Gating Mechanism 比如说有一些通道 它有可能根据我们现有知识 可能认为它们是不需要门控的 但是这个是存疑的 生命是否允许这种普通的这种不需要调控 不需要门的在膜上有个洞的存在 这个我们是可以想一下的 但是至少有一类蛋白叫做Purin 大家是认为它不需要这个门控 但是绝大多数通道 它都是需要这个一道关 那就是这个关口 就是这个门 那么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说 这个钙离子依赖性 或者说是钙离子依赖性等等 那么具体来说就是它会通过 这个感受周围的化学分子的变化 怎么要感受呢 你可以是结合它 对吧 那么感受到了这里面 比如说这些离子的浓度的变化 或者是有和无的变化 从而打开或者关上这个门 这叫做配体门控 那么呢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叫做电压门控 这也是非常出名的一类 比如说我们的动作电位 大家都知道神经系统 神经元或者我们的这个 这个肌肉细胞 它是有这个动作电位的 那么他们主要都是由这个电压门控 就是跨膜两侧 它是有一个电压的 那么这个电压的变化 可以导致这个通道的开或者关 这个我回来还会再说一下 那么除此之外 还可能大家想想感受光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有channel rhodopsin 这是近年来做这个光遗传学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蛋白 那么它其实就是感受到光 从而打开或者关上这个离子通道 从而可以让离子穿过 以产生电流 那么这个电流本身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所以这光开关的这个通道 还有最近大家可能也听说了 这个温度敏感 比如说trip channel 那么他们是感知这个温度的高 或者第一能够感受冷或者热的变化 从而打开或者关上这个通道 那么提醒大家 当你打开或者关上这个通道的时候 就会有离子通过 就会产生电流 而这个电流是非常重要的信号 在特别是神经系统的这个信号传递中 是非常重要的 使你能够感受到这个温度的变化 可以感受到疼 可以感受到冷热等等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叫做机械敏感 比如说我可以轻轻的来这个拍一下 或者狠狠的打一下 或者是这种非常这个温柔的抚摸 这些都是有区别的 那么是什么在感受这些不同的动作呢 那么其中一类就是机械敏感通道 但是我们对于他们的真正的机理 以及他们到底是哪些蛋白 到现在知道的还并不是非常清楚 这也是现在非常前沿的一个研究领域 那么是否还有其他的这种门框方式呢 这就需要大家打开脑洞 可以好好想一下了 那么除了其实我这里面已经在讲 根据他不同的门框方式 或者他的这个底物的选择方式 我们可以把通道进行不同的分类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根据他在细胞里的位置进行分类 比如说你可以是在细胞膜表面的 叫做plasma memory 细胞膜表面的通道 像很多电压门孔通道 我们发现都是在细胞膜表面 此外还有在细胞内部 因为有很多这个细胞器嘛 那么这些摩 这些摩体上也有很多的通道 叫做intracellular membrane channel 细胞内的通道等等 这里面是根据他们的位置 门控底物等等 你可以对通道进行不同的分类 研究就是越做越细 那么刚才我说的是通道 那么我们现在换个话题 到transporter 也就是转运蛋白 那么这个转运蛋白请大家仔细看 它有什么特点 刚才通道我说过 当它的门一旦打开 它是对内外贯通的 可是这里面你看 它至少要有两道门 比如说这个 我们说它是向外开放 那么它内部就有一个门是关上的 然后这时候它会产生构向变化 诶 下面的门打开了 可是上面的门又关上了 这叫什么呢 这叫做alternating access 也就是说一个转运蛋白 它的底物结合的位点 从来不会向膜两侧同时开放 因为一旦开放它就失控了 这是对transporter 对于这个转运蛋白来说 无法接受的 所以它任何时候 只可能对一侧的膜开放 或者对两侧都关闭 但是从来不会对两侧都开放 这是transporter取决 有别于这个channel 也就是说转运蛋白有别于通道蛋白最大的区别 这是我本人这样认为 很多科学家也是这样认为 那么第二点 对刚才通道我说过 因为它一旦打开对内外通透 所以说它只能从高浓度向低浓度转运 但是这个转运蛋白则不然 因为它任何时候 它都有一扇门关上 那么这给它的一种调控的机制 使得有一些 而且是很大类的这个转运蛋白 它们有这个能力把底物从低浓度 给压到高浓度 就像水泵一样 你可以把这个底物从低浓度向高浓度转运 这个问题就来了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 它是不可能去做这种功德 它必须要有能量来完成这个过程 对吧 否则就是涌动机了 那么这里面就需要来自于其他形式的能量 到底哪些能量呢 后面我会给大家讲 你可能是通过化学反应 你可以通过光可以通过另外一种不同的底物的 叫做电化学势能来完成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精巧的偶合过程 我们来慢慢看来 好 对于这个转运蛋白 要想完成它对于底物的运输 刚才我说过 它至少要有两道门 任何时候它的底物只能对一侧开放 所以展示在这边的就是alternating access 这是现在非常 大家非常接受的一种转运蛋白的机理 大家可以看到我通过这个两个结构域 这样的像贝壳一样的开或者关 使它中间结合的底物对外或者对内开放 但是从来不同时开放 请大家记住这是要点 在左边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很有意思 这也是一个转运蛋白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个结构域并不变 而另外一个结构域却发生了在 膜 这个 上内外两侧 像这个电梯一样的这种变化 这个就叫做电梯转运模型 那么它的特点就是当这个结构域结合了这个底物之后 它可以在细胞膜内部这样游异过去 把这个底物送到另外一侧 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说 这个底物也是任何时候 它只可能对一侧的膜开放 不可能对两侧同时开放 所以仔细说来 它也是一种非常特异的 这个交错开放模型 所以它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那么一个过程 所以现在alternating access 也就是说交替开放 对于所有的这个转运蛋白来说 还是比较为大家所接受的 那么刚才我说了 有一些转运蛋白 它是可以把底物从低浓度转运到高浓度 那么它需要能量 那么我们根据它的能量不同方式 把这些转运蛋白产生了分类 那么如果它的能量是来自于化学能或者光能 它就叫做primary active transporter 或者叫做首要主动转运蛋白 或者叫做基本主动转运蛋白 其实对于它的中文翻译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如果哪位同学或者朋友有一个更好的翻译模式 欢迎你给我写邮件 那么它的我这里面已经展示了 那么它可能是来自于化学反应 最常见的其实是atp水解 大家知道atp是能量货币 那么在我们体内产生的atp 在有的细胞里面 大概有百分之七八十的atp 就是用来把这个钠离子和钾离子 按着它们逆着它们的浓度梯度的方向进行转运 所以它又叫做钠钾泵 大家可能听说过钠钾泵 它主要就是利用atp水解的能量 把钠离子从包内转运到包外 而从钾离子从包外转运到包内 大家知道这是逆着它们的跨膜 这个浓度差的 所以它是需要大量的能量 那么当它维持这么一个浓度梯度有什么用 它是产生这个 这就是膜电式如何产生的 那么除了这个钠钾泵之外 另外一大类非常著名的主动转运蛋白 初级主动转运蛋白就是ABC 叫做ATP binding cassette transporters 叫做ATP结合转运蛋白 那么它的特点就是 大家请看 它们都有这么一个ATP结合的结构域 那么它通过ATP的结合和水解 会产生构相变化 从而完成它这个跨膜区的 alternating access 就是交错开放 从而使得它的底屋 可以从一侧转运到另外一侧 甚至是逆着它的浓度梯度 那么这里面大家可能到现在已经听到了 我这里面非常关键的是 如何利用其他能量 来完成这个alternating access 这个开和关交错开放的过程 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又会产生 这个底屋它对某一侧的这个结合的强度不一样 使得它可以特意性的在某一侧喜欢结合 到另外一侧更倾向于释放 那么这个就是去如何完成 它能从低浓度到高浓度的转运过程 那么还有一大类 其实也是这个初级主动运输的这个蛋白 大家可能都忽略了 那就是在我们的电子传递力这个过程中 这个电子传递力链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在呼吸作用线粒体上 那么有1234对吧 有四大复合物 那么其中134 它们其实本质上都是这个氢离子的转运蛋白 那么它们就是利用这个电子传递的氧化还原反应 来完成把氢离子从这个叫做matrix 就是线粒体的这个机制 给它打到这个内外膜之间的空间 从而形成了这个氢离子的一个跨膜浓度梯度 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过程 因为有了这个跨膜浓度梯度 它才能够推动ATP合成酶的转动 来完成ATP的合成 那么这个大家可能从其他的讲座中能够听到 所以我这里面列举的是三大类 比较有代表性的初级主动转运蛋白 它的能量主要是来自于最直接的化学反应 或者是光能 好 刚才我们说的是主动的 初级主动转运蛋白 那么除了利用这个化学反应和光能之外的 初级转运蛋白之外 还有这个次级主动转运蛋白 那么它之所以这样定义 因为它所利用的能量主要是另外一种离子 或者化合物 它本身的跨膜这么一个电化学能量的这个T度差 那么大家想一想 比如说对于氢粒子也好 对于钠粒子也好 它们首先是一种化学物质 那么如果它们在膜两侧分布是不均匀的 有一个浓度差 那么这本身就是一个化学式的 那么它们又是带电的 氢粒子在正电 比如说氯粒子在负电 同样当它们在膜两侧并不均匀分布的时候 这又产生了一个电视差 因此这叫做电化学势能 那么当这个电化学势能 被我们的这个次级转运蛋白看中的时候 它就可以为它所用 把这个能量转化成另外一种 这个化学物质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次级转运蛋白 它可以把这个能量用来去推动另外一个底物 从低浓度向高浓度的转运 那么这一类就叫做次级转运蛋白 那么除了次级转运蛋白之外 还有一类叫做 可能说叫做协助转运蛋白 其实它本质上 从它的长相上 甚至分类上好多时候 与这个次级转运蛋白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 但是它的特点就是 它把底物还是从它本身的高浓度 向低浓度这样协助转运过去 那么这里面听起来 似乎与这个通道又有所相似了 就是把它们的底物 沿着它的电化学势能从高浓度向低浓度转运 可是区别就在于 这两大类蛋白 它们的工作机理 只要是转运蛋白 它必然是alternating access 交错开放 但是对于通道来说 一旦打开 对两侧全开 所以尽管它们达到的目的 它们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就是把它的底物 从高化学势能转运到低化学势能 但是这里面 它们的这个工作的机理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于这个转运蛋白来说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就叫做偶连 也就是说它利用了一种结合 使得它自己产生构相变化 那么这个构相变化过程中 就完成了这么一个电化学势能的转换 好 那么刚才我说了 它们利用能量不同 我们可以分为初级转运蛋白 次级主动转运蛋白 以及这个协助转运蛋白 那么其实一个转运蛋白 它是可以不止把一个底物 进行转运 它还可以把多个底物转运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过 葡萄糖转运蛋白 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个动画 它其实叫做协助转运蛋白 叫做unipoder或者是facilitator 它是把底物 就一种底物 从一侧转运到另外一侧 但是对于secondary active transporter 它是至少有两种底物的 因为唯有这样 它才能够完成 利用一种电化学势能 去推动另外一种底物的运输 那么根据两个底物运输的方向不同 如果是同向的 从内到外 从外到内 或者从内到外 那么就叫做sing potter 或者它们两个如果是反向的 那么这就叫做antipotter 又叫做exchanger 那么sing potter又叫做co-transporter 那么这面已经显示的很清楚了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就会发现对于转运蛋白来说 最神奇的就是它如何把这个几个过程 能够偶连起来 能够完成这么一个开放 交替开关的这么一个循环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很多科学家就是在研究 它们这个偶连过程 coupling 好 那么总结一下 到现在为止 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转运方式 那么最简单的 如果没有任何蛋白质 有一些小物质 因为膜是一个半头膜 那么它可以经过这个叫做 这个自由扩散 那么呢 另外一种这也是叫做被动运输 它是通过facilitated diffusion 那么这是通过这个通道 以及我们的unipalter 就是协助转运蛋白完成 那么此外除了这种被动运输 还有主动运输 那么这个主动运输 是一定要依赖于 这个主动运输蛋白 主动转运蛋白来完成 那么根据这个能量来源不同 这个主动转运蛋白又分为 初级主动转运蛋白 以及次级主动转运蛋白 那么除了这些蛋白质介导的 直接介导的转运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大类叫做这个 由囊炮介导的运输 或者说叫做集团运输 因为它是很大量的里面 不论什么东西 这个可以一起转运出去 那么或者是吸进来 那么叫做包吞包吐等等 以及这个细胞器之间的 这个物质运输 那么是通过 这是vesicular transport 就是由这个囊炮介导的运输 好刚才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大概有哪些类的转运蛋白 下面稍微的说一说 它们的作用 其实这是无庸罪言的 因为很简单 其实在我们生命的任何过程中 不仅是我们的 包括植物的光合作用 包括这个细菌的 这个很多过程 那么基本上在任何一个过程中 你都会感受到这个运输蛋白 包括通道和转运蛋白的重要作用 比如说我们需要吸收营养物质 那么在我的第二讲中 讲这个葡萄糖的转运过程 那么是一定要需要这个转运蛋白的 再比如说我们代谢之后的废物要排出去 这是需要这个转运蛋白的 再比如说这个细菌也好 包括我们一些这个细胞 它对于药物的一个排斥叫做抗药性 这都是由这些运输蛋白来完成的 所以可以说 我都不用举太多的例子 这个运输蛋白在我们生理过程的方方面面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 所以说如果他们有任何闪失 比如说他们不能正常工作 或者他们的调节出了问题 那么就可能导致很多这个很严重的疾病 那么下面就是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他们放松一下 看一看运输蛋白在我们正常的生命过程中 起的重要作用 那么这是来自于东方的 大家一看这是米粒就知道了 米饮食为天 那么米它主要有淀粉对不对 淀粉又是什么呢 淀粉其实本质上就是葡萄糖聚合起来的多糖 那么在我们吃下这个 你说米也好面也好或者其他的 这些食物也好 那么当它经过了一系列的这个消化分解之后 最后变成葡萄糖 那么它要进入到细胞就一定要通过这个转运蛋白 这边展示的就是一个葡萄糖转运蛋白 这是叫Glut1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结构 那么结合交替开放 然后把葡萄糖转运进细胞 这个大家想一想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生理过程 在我的第二讲中将会非常详细的给大家这个分解这个过程 好我们现在吃下了这个营养物质了 那么下一步我们是需要运动的 在这里面展示的就是一个动画就是我们的肌肉收缩 当然大家看到的是这种肌肉收缩 事实上我可以笑我能说话 我的面部肌肉也在不断的这个运动着 还有我的眨眼等等等等对吧 那么其实你的每一个动作都涉及到了这个肌肉的收缩 那么在我们iBiology的许多讲中 大家可能比如说Ronville教授 他就讲过这里面的这个细胞骨架和这个激动蛋白 这个motor protein 他们是如何能够造成肌肉收缩的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在这个肌肉要收缩之前 它是要服从命令的 谁的命令 来自于这个运动神经元的命令 而这个运动神经元想要把这个命令传递给这个肌肉细胞 这里面就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运输蛋白 不仅有通道 还有这个转运蛋白 那么说个最简单的 我们从谷文明教授 他的这个讲座中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突出等等对不对 然后这个如何释放神经地质 这个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看 我就不再细说了 那么当这个神经这个细胞 把这个信号传递过来 那我们这个肌肉细胞上 它有一系列的通道 电压门孔那里的通道 细胞膜上还有电压门孔 概率通道 这都是在plasma membrane 细胞膜表面的 那么在它这个细胞内部 有这个机质网 机质网上有一个很大的蛋白 叫做rhenodyne receptor 它本质上也是一个概率通道 叫做蓝尼碱 蓝尼碱受体 那么这些通道可以给大家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 就是当这个上游的这个运动神经元信号来了之后 那么那里子这个电压门孔那里子通道 它产生动作电位 而这个动作电位它就可以运输到 这么一个非常特定的叫做t-tubule 这么一个磨上的结构里面 那么这里面呢 就有大量的这个电压门孔概率通道 而这个电压门孔概率通道 当它感受到磨上电压的变化 它本身就会产生构向变化 所以叫做电压门孔 那么当它的构向产生变化 就会把下游的这个Randine Receptor RYR1 同样带动它的变化 产生了这个开合观 那么我作为一个结构生物学家 是很关注它们的结构 那么很多科学家经过努力 已经把它们的一些最基本的结构揭示出来了 从而看看它们是如何去感受不同的信号 从而完成对于它的这个蛋白质的构向变化 把这个门开或者关 那么请大家看了 在我们的肌肉这个收缩过程中 涉及到了多少膜蛋白 更不要说在神经地质传递的过程中 还需要很多的转运蛋白 来完成它的释放和回收 那么这个过程就叫做 兴奋收缩偶连过程 好 那么刚才我说过 因为它们在很多最基本的 这个生理过程中发挥作用 那么当它们有异常的时候 就可能与疾病相连 而另一方面 因为它们是位于细胞膜表面 很多的转运蛋白位于细胞膜表面 是代表着我们细胞 与外界接触的第一层门户 所以这个运输蛋白 包括这个离子通道 还有一些这个转运蛋白 那么它们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药物把点 那么我大概的数了一下 在十年前大概就有四分之一的 FDA这个认证过的药物 它们是直接作用于这些 跨膜运输蛋白 所以跨膜运输蛋白 在我们的这个生理和病理过程中 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 因为它们是很重要的药物把点 那么从我们的研究方式上来说 就很希望获得它们的结构 但是对于结构的研究 事实上 对于这个运输蛋白来说 它是非常困难的 我这里面是把整个蛋白质结构生物学的历史 在这里面给大家简要的回顾一下 那么我们都知道 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 那么 Max Proust和John Kendrew 他们解析了血红蛋白和这个 鸡红蛋白 它的这个结构 那么获得了1962年的 诺贝尔化学奖 那么这是人类对于蛋白质 对于生物大分子精细结构的认知的开始 可是第一个膜蛋白呢 那么是在30年之后 1985年 那么三位科学家 Hatman Mikkel和Daisen Hofer 以及这个Bob Huber 那么他们是解析了 第一个是来自于细菌中的光合作用 这个反应中心的结构 那么这个膜蛋白在当时是颠覆了很多人的 这个想法 因为大家都以为膜蛋白太难了 没有办法获得它们的结构 那么85年获得了结构 88年就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那么到前面我说的这些都是一些 这个大量存在的这种进行化学反应 可以说它们是膜上的酶 对吧 那么对于运输蛋白来说 第一例是来自于1998年 这个甲离子通道 当然我需要这个纠正一下 事实上还有这种pouring是来自于细菌的 也是在很早就有了这个结构 但是利用这种重组的方法 获得这个膜蛋白来解析结构 那么甲离子通道 Rod McKinnon 来自于洛克菲勒大学的Rod McKinnon教授 在98年利用重组的方法 获得了甲离子通道非常漂亮的结构 那么它在2003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那么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运输蛋白它们的结构这么难做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对于这些蛋白来说 通常它们是高度动态 同时这个量又非常小的 很难获得这些样品 那么比通道还难的就是这个转运蛋白 那么在四年之后02年 那么有三个不同的这个运输蛋白 转运蛋白被解析 第一个是CLC 是这个氯离子和氢离子的 那么一个exchanger 是一个兑换体 那么还有包括这个来自于细菌的 这个ACRB蛋白 那么它是一个抗药性的蛋白 还有啊来自于这个 Caltech的这个Dogrease实验室 解析了一个维生素转运蛋白 是ABC转运蛋白 那么到了02年大家可以看 才获得了转运蛋白的结构 好那么既然说到了结构 给大家稍微讲一讲 一些结构生物学的研究方法 那么对于膜蛋白来说 或者包括所有蛋白有三大类方法 X射线演射 X射线晶体演射 这个电竞 以及这个NMR 那么对于膜蛋白 现在最主流的应该是两种 一种就是X射线晶体演射 一种是电竞 那么对于这个X射线晶体演射 其实最难的就是你要获得晶体 那怎么样获得晶体呢 我需要大量成化的蛋白 那怎么样获得大量成化的蛋白呢 你需要把它从这个自然的 比如说我在一些这个植物中 我可以获得大量的光合作用相关的这个蛋白 你可以直接提取 或者说我在通过呼吸作用这个蛋白也非常多 我可以直接提取 但是对于很多都是你需要通过重塑表达的方式 你把它表达在膜上 然后你要利用去污剂把它从膜里面抓出来 然后进行一系列的纯化 最后试图让它结晶 那么这个过程中说起来简单 可是每一步基本上都是一个陷阱 因为表达很难 纯化很难 结晶很难 所以这个X射线晶体演射来研究膜蛋白 到现在它给了它是最主流的方法 可是也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知道在这个人体中 有30%的这个编码蛋白的基因都是膜蛋白 可是现在已知的所有这个结构 已知结构的蛋白中 膜蛋白只占了1%多一点 就是因为在技术上太难了 但是这个问题在慢慢的被改观 主要就是来自于冷冻电竞的技术革命 那么这里面我有一个小小的动画 是来自于Gab Lander实验室 它在这个博士答辩期间准备的一个动画 让大家看一看什么是冷冻电竞 来研究结构的方法 那么很简单 它不像X射线晶体演射 你不需要晶体 它就是在溶液里面 大家可以看看 既然叫冷冻电竞 那么我需要把这些 这个溶液里面的样品 给它动起来 动在什么上面呢 我们叫做Grid 在一个小小的支撑物上面 大家可以看 只有三个卫生的样品 然后我把它放到这个 所谓的Grid 这个支撑上面 然后在 以前 可能没有这么方便 现有了这个 机器叫做VitroBot 可以迅速的给它冷冻 并且把多余的这个液体吸掉 当然你要问用什么冷冻 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也是在历史上 这个功勋桌柱 发现是用液态 乙丸是最好的冷冻效果 然后因为你避免 你要避免它产生冰 一旦产生冰 是会影响你的这个 数据收集的 所以是快速冷冻之后 而且要尽量的薄薄的一层 这样子你才能够 让这个电子打透 然后 来进行这个 这个 图像的采集 所以是薄薄的一层 最好只有一个particle 一个颗粒 那么好 我们把这个薄薄的一层冰里面 有大量的你的颗粒 放到电竞下面 其实这个电竞成像 与这个光学成像 在本质上 应该是一致的 只不过区别 它用的是电子数 而不是用可见光 用来成像 好 那么 这个电子数 你下来只有黑白 两种颜色 你最后收集好了 对吧 那么看到的是这个投影 当我们把这个二维投影 下一步要做的 就是如何 还原成它的三维结构 那么 现在当然已经有了 很强大的算法 如何从这种 二维的这些图 图片 给它们相似的挑到一起 这叫做 2D classification 把类似的 都分门别类的归纳好 从而使得它的 这个对比度提高 好 这就是已经 要开始一个一个 挑particle 对它们进行 这个分类 那么大家看到的 这就是其中一个二维分类 只是一种 那么我们有不同的构像 因为你有各种各样的投影 那么你可以获得不同的角度的 这个二维投影 或者是2D classification 二维分类 那么给它重构成一个三维的结构 这就是冷冻电竞成像 那么有了这种方法以后 现在对于膜蛋白真是福音 在过去 自从2013年 这个Trip V1 这个通道蛋白 获得了3.3i的结构之后 那么这个 电竞在膜蛋白 特别是在膜转运蛋白 膜通道蛋白 这上面的结构生物学研究 大放异彩 所以可以想见 我们未来许多想要获得的结构 都是可以通过冷冻电竞的方式获得 当然这个X射线晶体演射也同样重要 好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膜蛋白的结构有兴趣 可以去访问一下 Steve White实验室的一个网页 你只要在Google上面打出 membrane proteins of known structure 你就可以找到这个网页 它有最新的 关于这个有多少结构 包括有多少膜蛋白的结构 属于哪些类的膜蛋白 哪一年获得的 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个论文 以及他们存的这个PTP构像等等 PTP的这个code 你都可以获得 好 那么说到现在 大家好像听起来 我们对于膜蛋白 对于膜转运蛋白 通道蛋白知道了好多 但事实上我要告诉大家 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 就是在我们的基因组中 刚才我说过 大概30%是编码膜蛋白 但是这里面三分之一又大概编码的 就是运输蛋白包括通道 包括转运蛋白 可是对于这里面绝大多数 它们的生理功能 它们的底物是什么 我们并不知道 那么借用一个GPCR里的术语 它们叫做孤儿 运输蛋白就是often transport proteins 因为它们的底物还不清楚 它们的功能不知道 所以说如何去解码 如此大量的运输蛋白 等待着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 好 我的讲座就到一段落 谢谢大家 对 好 谢谢大家 wil温达蛋白 許温达蛋白 Brig